一名富人倒臥在大排水溝 半個身體浸泡在水中 索性卡在一旁的石階 才沒有遭到水流沖走 警方到場後 四名警銷先合力架好梯子 讓同伴先行到水溝下救援 救護人員到場後 馬上確認脈搏 有無跳動 有那麼大嗎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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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是不是 警銷評估還有生命真相後 先將富人套上警圈 再將富人抬上單架 全身用束帶固定 水溝下雨 路面上的警銷合力 將富人小心翼翼的 吊掛在路面 緊急送上救護車 來 收 收 來 來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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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那個 你來 跟上救護車 事情發生在嘉義市 二號晚上十點左右 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 七十二歲的妻子 到了晚上九點 卻遲遲沒回家 所以帶著女兒一起外出 四處找尋婦人蹤影 就在途中 經過自家附近的民國路 御峰街的三米深大排水溝 往下一看 看見妻子 就躺在三米深水溝中 民眾因為無力自行救人 急忙報警請求救援 消防局貨報後 派出三車七人到場救援 到場後第一時間 評估民眾還有生命機箱之後 隨即以拐藥車 幫民眾吊掛上來 然後送醫 順医的完成這次的任務 嘉義市昨天下午下大雨 幸好晚上沒有雨室 大排體水位不深 富人泡在水裡 幸好沒有溺水 至於為何摔入大排溝 還得等富人清醒才能得知 TVBS新聞進行任務 頻道稍微採訪報導